今天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這個 也是遲到很久的30分鐘任務系列的模型 這個應該叫做什麼 我們也不是很重要的這個名稱的問題 總之這個就是一個翅膀配件 兩組 哭哭老師為什麼要買兩組 因為你要用兩組嗎 沒有 是因為我們怕不到阿 就訂兩組 哭哭哭 不管我以後如果重要我就一定要訂一箱 其實這個蠻重要的阿 你聽我講 那個五四那個我們就是本體跟配件 這個怎麼只來一個本體 連這個都砍 可是這個不就是已經有點 接近女性素體的了嗎 比較像 比較像的 可是你把這個裝備拆掉就好像還好 這個是那個什麼鋼彈 亞爾斯鋼彈 的妹妹 他後來不是還會出一個另外一個型態 這是亞爾斯妹 硬要講耶 不管我們這個影片都沒有什麼內容了 給大家看一看這個模型 以外我們還是要塞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給大家 亞爾斯妹很棒 來我們看一下內容物 這個眼罩其實還蠻大的 而且有這種螢光的感覺 然後裝甲就真的是全黑的加白色 黑白配 雙甲還是有這個啦 有這個深藍色 其實蠻好看的啦 以這個成形色來講 因為這隻算是我沒組過的 它的本體應該是沒組過的一個配置 所以 好先來看一下說明書 給大家看一下 那 怎麼好像原本 原本已經比較 怎麼講 比較簡單的模組 又開始複雜了起來 但還是有分開 就是每個部位的那個 框架的位置 有稍微做一些區隔 其實這就是這個系列 我覺得比較 有趣的點 他就是很清楚告訴你 哪邊是可以組成什麼的 然後如果喜歡這種比較 這叫什麼 可愛體型的 雞人的 這個 應該是個不錯的選擇吧 然後另外一隻是這個吧 是不是 應該是同類型的 然後 你看這個兩組是不是 不是 他就叫你要買那個 裝起來就會變這個 哪個裝起來 就這個 對我說兩組是不是 就這個 我說兩組是不是 哪有 一組而已 一組就夠了喔 不是啊 你就不懂 他就意思就是說你 你組起來是這樣 好了 他也沒有辦法 就說你組起來就是一個本體 你要其他裝備要另外買 我說這個是兩組那個嗎 一組吧 對不起 是你沒聽懂我的問題吧 我說是不是兩組還是一組 一組 一組就可以 你生日已經過很多天了 不要再給我小組 沒有 就今天 不是今天喔 今天才不會有生 怎麼辦 我連我自己生日是幾號都 都記得很清楚 好啦 這要等豬蝦再跟大家分享 這本體好像也不用組吧 我們直接組裝備就好了吧 他的裝備 只有附兩隻刀啦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FF最喜歡的 二刀流忍者的配置 我沒有很喜歡忍者欸 不好意思 天啊 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他有二刀流 覺得很酷 以前玩11就是那個 我騎士就會掛忍者 雷到爆 但是很帥 可以拿兩把劍 因為十一他是可以 副職業嘛 那如果你騎士通常 副職業是掛戰士啊 這樣子你的那個皮比較厚 他可以獲得兩種職業加成喔 但是 呃 就有一半 就有一半的加成 你是雷寶欸 然後 掛忍者的話 就是 喔我就可以拿兩把劍了 騎士拿兩把劍 你是雷寶欸 增加那個攻擊力 很棒吧 這就是忍者啦 我們就叫他忍者型吧 結果這個開合 完全就沒有在講這隻 到底是什麼 但是卻講了這隻是 忍者 跟我們對忍者的喜好 只要跟我們一起去 我們再次去哪裡 也不會很棒 就算了 我們下次點進去 你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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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所以想看更多這種閒聊開合,記得訂閱這個頻道,我們就下一回的模型影片見囉,大家掰掰! 結果這樣兩個裝備到底要怎麼用? 到底要怎麼用阿,杜朗老師 我覺得30分鐘我都沒有認真研究不知道怎麼用 應該說我是想要用才買的,但是我們還沒有很認真研究他 那不然就像樂高那樣品種,因為我覺得不能像樂高那樣 為什麼?我覺得那是有玩法,可是我想要用的有一點不糟 那就拿來當連接關節之類的 沒有,或是可以弄,但是你不要讓他很明,你不要一整組都用他的 就一部分阿 好